好 欢迎收听这集的通勤Darling EP Nine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baby 好 那我们先来一样开门见山 今天要讲什么 今天呢 我们讲一下最近很夯的一个议题 哎呦 区间测速 Darling 我真的看到我这个超傻眼 超傻眼 真的超傻眼 我们先聊一下 好 那我们在录的时候呢 其实最近天气有点冷啊 对啊 寒流 甚至每天都是10度以下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那种 拖着一个那种很疲惫的心 真的很想在赖床的感觉 对可是 然后那个懒叫他妈说的跟那个豆皮寿司一样 那么超短的 OKOK 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所以今天呢 就是一样先讲一下就是有关天气冷的时候对骑车的影响 我覺得這邊等一下可以先跟他預告一下 我會講一下我自己的摔車經驗 因為天氣冷的關係 因為天氣冷嘛 好那我自己先說好了 因為我最近也蠻長 因為最近都沒有什麼賽道日啊 或什麼的 所以我們最近就開始跑山 所以其實天氣冷呢 我覺得要讓車友多注意一些事情 像其實你剛起床的時候啊 建議你出門前最好是把襪子 還有你的裡面的一件衣服 比如說你有發熱衣啊 或什麼長袖的薄的 你先穿在裡面 OK 對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的是 你裡面那件衣服一定要扎起來 我自己有過是有次沒扎 風一直灌進來 所以你裡面那件一定要扎起來 這是一個小技巧 雖然會很醜但是也要扎 然後還有你的 對沒錯 然後還有你的手套 拜託記住 我現在上山還是看到很多人沒有戴手套 欸幾度不要說零下好了 你十度內到五到十度的時候 你手會動的嗎 我自己我自己是不會動的 其實在這個溫度的上面就是說 其實好像聽說每時速上升多少 比如說二三十 你的溫度是下降很多的 對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溫度氣溫跟體感溫度 當我們騎到九十的時候你不誇張喔我沒記錯啦當然就是要有措止症啦 OK 假如今天十度的話 然後你騎到九十其實你的體感是零下的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零下真的我自己有感覺 對所以 因為包含有一點濕冷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我覺得台灣喔 說實在沒有到很冷 我講的是說就是 雖然是濕冷啦 但我說實際上你假如真的說你走在路上 對 其實因為畢竟我們溫度本來就沒有真的說隨便都零度 你知道嗎 像東京美國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濕冷所以的確體感是比較低的 但是因為我們太多人尤其我們這個聽眾 全部你看現在可能你就是受著動 正在騎車車等紅玉燈 對在騎車 Yeah 所以 真的當你騎車有速度的時候 你假如騎四五十可能還好 但當你六七十八九十的時候 對 哇那個真的冷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真的真的 你就要真的做好防風 對 防風我覺得防風以外自身的體溫 是一個重點 你要保暖 對你必須要活著你才要辦法騎車 真的很現實 等一下 你舉的例子該不會是他媽騎一騎然後睡著死掉 不是 欸我跟你講 請問不能睡著 睡著會死掉 不要睡啊 不要睡啊 我跟你講真的有這個案例 真的是真的奇到 就是 欸什麼 好像血管 就是突然 心血管疾病 對 那錯死 這真的有 可是 就跟最近很多老人啊 你知道嗎 最近這寒流來 我家這邊死超多人的 我跟你講 台灣 台灣每年的冬天都一定要死幾個老人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好防安措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洗完澡然後熱脹冷縮直接啪一下 沒錯 而且在二十幾歲我們某一年其實就是冬天嘛 大家很喜歡都會出來喝酒喝 對對對 然後有一次我們喝完酒回家有一個朋友的弟弟就在那一天刮掉 你說他小弟弟還是弟弟 他他的弟弟真的是 就是他我們出來喝喝酒 對啊 我們那天其實也沒喝很多 可是他就刮掉 對 第一次他有心血管疾病 對 可是他不知道 然後他那天 因爲喝酒時候你會熱 然後你血管會髒 對 可是你在很冷的時候 你可能去 對 你可能去洗澡 你可能沒有做好方案 因為洗完澡 出來收縮 你沒有加衣服 對收縮的時候 那一刹那 他可能就讓你掛掉 承受不住了 對他可能就讓你掛掉 認真講 跟大家科普一下 心血管疾病假如今天我要暴斃 就是像你剛剛的情況 然後心臟 真的很快 跟講救不了 就算當下我看你 然後倒在地上 我忙叫救護車 都救不了 美虎 所以真的有時候 防寒要做好 還有就是身體健康要顧 就是講的是 你腳真的平常有在運動 或是你 就像這樣 你當然有先天疾病 就沒有要講 但你假如說你是正常人 你就是整天 就是當宅男 然後整天那邊玩電動都不動 沒錯沒錯 其實真的相對來講 也是一個高風險群 真的真的 雖然你 我知道大家都是那種 左右手開工啊 什麼右手滑鼠 左手幹嘛的 可能會會熱熱的這樣的 你知道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有時候真的會全身發熱 好OK 可是重點是 你發熱完 你發熱完一定要記得好不好 你要穿保暖 好不好 因為弄完之後呢 你那個射出來是你的熱量 對 你把你的熱跟陽氣都射出來了 你把你的體溫跟陽氣都射出來了 對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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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今天很冷好嗎 對啊 所以就是穿好衣服 然後不要去窗戶 然後各方面都已經準備好之後 再開始 好 我們現在講 就是人的部分講夠多 那車的呢 車的部分 重點來了 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的重頭戲來了 我跟你講今天我們騎車 騎去山路騎 騎的時候其實你到山頂 你到山頂上 你到山頂上其實要注意胎溫 因為其實你的胎溫 在冬天說真的你就算騎完 因為我很長騎北宜 可是你就算騎完北宜 我說真的 胎溫的溫度搞不好都還沒到 你要的溫度 這很可怕 這真的很可怕 所以當你今天你要騎車上山 雖然沒下雨 可是地板是有點小溼 然後又很冷的情況下 拜託千萬不要騎太快 真的 你就順順騎 其實順順騎也很舒服 而且沒有人講是說腳 我覺得體感有的人 其實你都明顯感很出 就是抓地裡面那麼安穩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 可能他就是用傻傻的 用同樣騎法 對 或是用同樣之前跑山的方法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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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容易出事 對那就容易出事 尤其尤其在小車上更容易 為什麼 我以前騎小車的時候 小車不是比較容易暖胎嗎 沒有沒有沒有 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 其實我覺得檔車反而是暖胎更快一點 因為檔車其實 扭力大 對 再來是你拉檔 你可以故意提高 譬如說你二檔 然後你就可以拉高轉速 你可以讓車迅速的暖胎 蘇格塔沒辦法 OK 對他就是一直在那個轉速下 而且我以前其實 其實蘇格塔冬天的時候很常摔車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也許也是因為我 欸好了我以前很猛好不好 幹嘛這樣 反正就是 對對對要記得 不管你騎什麼車 都要注意自己的胎壓 假如說你今天沒有胎壓偵測器 沒關係 有預算的去買一個 沒預算的話好 注意確實暖胎 這麼暖胎 自己去看YouTube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 就是很公正的在這邊跟大家講說 欸到底你要怎麼暖胎 通常暖胎來講 對 第一個因為為什麼暖胎 為什麼胎溫起不來 OK 其實不是說因為當你輪胎跟胎面 路面在摩擦的時候 對 摩擦就會產生熱 對 但是呢這是其實不只是你輪胎本身的溫度問題 沒錯 還有一個是什麼你路面溫度問題 對 有時候我們在跑賽道 其實這路面問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沒錯沒錯 你知道嗎賽道溫度 像公路溫度 比如說講好其實這樣 你一直在摩擦 你一直在吹油門 但是說實在你的地面就是這麼冰 對 那你只要一搜油或是你稍微輕鬆騎一下 欸其實可能他就這樣就冷掉了 沒錯 所以你要你想在山路上不像賽道 賽道就是一直在呸呸呸 對 都已經有影響 更別說你是公路 為什麼公路暖不起來 很簡單嘛 因為你不可能 always都是這麼緊繃在騎 對啊 對 然後這邊還是想要科普 像你剛剛講的暖胎方法 那我就簡單科普一下 OK 暖胎其實蛇型這部分呢 其實相對上是 效果是低的 很低 有用 可是很低 原因是什麼 因為當你 我們都是暖胎講的 就柔胎 當你去柔胎的時候 去摩擦地面的時候 它會導致它會升溫 因為你摩到了 你蛇型嘛 你摩到了嘛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當你做這種蛇型的時候 其實它熱的效能有限 沒錯 而且還有什麼 熱的是表面 本身那輪胎是一個整塊的膠質 那你要 熱是要從它裡面的氣溫 或是整體整個都熱 沒錯沒錯 導致它整個膠體軟化 然後有抓地力 沒錯沒錯 所以 那當然就是還有什麼 那腳真的上山 我要用暖胎怎麼會暖 其實有一個比較基本的就是 前輪的話你就煞車 對 為什麼你像MotoGP 為什麼它每個到那個出發 對 準備要出發的時候 一直掐一直掐一直動動動動 翹後輪這樣 就是因為你要想你前輪怎麼摩擦 其實前輪為什麼它消耗都比較少 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人比較少 強力按煞車 大部分只敢開油 所以為什麼很多車友說 我後面兩條前面一條 因為就它比較少煞車 但是對不對 山路本來這樣是合理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 你在行駛的時候 其實往往你沒有按煞車 你沒有給它一個阻力的時候 其實前輪是不會 有太大的摩擦的動力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它就比較難熱 那你知道前輪其實相對來 比起後輪我覺得是重要一點 因為你前輪滑掉 沒得救 你後輪maybe還有機會 沒錯沒錯 那ok那後輪怎麼 其實就相對來更簡單了 就是吹油 提高轉速 吹油啊 吹油 然後就是大 就是要大大手油門 你不能就是 嗯這樣你不能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讓它用扭力去加速 對可是我覺得這地方 會很多人聽不懂 是因為它好像是不是覺得 它就 它就吹快 它就是會暖胎 沒有沒有沒有 對啊可是因為你是後輪嘛 可是前輪的話我覺得 所以給大家一個建議是 因為你剛剛說在賽道上嘛 嗯賽道上我們很很常是幾乎百分之八十都在用前輪 甚至你根本百分之百都在用前輪 是因為你後殺根本用不到 對對對 對對對所以在你在一般山路的情況下的話 你必須前後輪要有分配的情況下 我覺得 哎呦麥可在交洗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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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因為這是我聽過一些 就是老師教導的 嗯嗯嗯嗯嗯 對對對他他就建議我說 你在山路的話 你在山路的話 冬天你就不要太配 因為你明明就知道 路面溫度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對 對你就算 你很配你把它熱起來之後 你好你就就像你剛剛講的 休息一下你 台灣馬上就變回來 對啊對啊 我有一個很很很很深刻的例子是 我欸12月吧 去去去一個賽道日 OK 然後其實那天只是沒有稍微有點風喔 喔 大概十幾度而已 撞風也會掉欸 對大概十幾度而已 可是我有用暖胎包 我一下賽道 我暖胎包一下賽道之後 我其實其實第一圈 休息一下 暖胎圈嘛 暖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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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胎圈就是 因為你暖胎圈 盡量就是拉高轉速 然後盡量用錢殺 其實殺到他 太暖 可是其實後來我三圈下來 我量胎圈 胎圈是掉的欸 蛤 What the hell 喔這邊還是順便刻 基本上你三圈下來 你應該是要變高的 可是你看喔 我三圈我正暖胎 因為我只想量胎圈 說我到底會不會掉 我上去喔 我上去我一打是已經偏高了 我下來我還掉 你看多可怕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是 這個第一個是實體經驗 再來就是 我這邊跟他科普一下 就是很多人在講什麼 熱脹冷縮嘛 對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喔 那 反正天氣冷到底要打高還打低 喔 那其實OK 我真的不知道 但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打低 因為大家打 大家理論什麼 打低一點你輪胎會軟 軟了以後比較容易揉胎 揉胎會熱 錯 其實是因為 你這樣子打 其實意義上面 你低那兩三磅 它並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比較容易上升 沒錯 那為什麼我們正常 天氣熱要打低 原因是因為天氣熱它 膨脹係數會比較大 對 你知道嗎 就是它 它會上來 它的胎壓就會上來 對 那OK 那冬天怎麼辦 冬天不會上來 那怎麼辦 我們就要先打到 它需要的硬度 對 稍微高一點 對 所以其實喔 在這邊跟它科普 雖然是 我們應該是幹話趴可以 但是我們還 對不對 剛剛還是懂點東西 是不是 所以是這樣 冬天本來你應該要打高一點 喔 比如說假如你夏天是打 三十三二 或是三二三四 OK 那你可能冬天你要先多打個兩棒 對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跟大家建議一下 這其實蠻多很多的迷思 因為 大家以一個基本的物理觀念 他會覺得說喔 那天氣熱既然它會 就是我應該要打高一點 但其實你天氣熱你就會佔更多 那天氣冷你又打低 喔靠那就是完全起不來 你反而胎就太軟了 沒錯沒錯 那說實在 你胎軟了兩三棒 它真的有辦法揉出你要的熱胎嗎 像剛剛麥克講的你看 他出去跑三圈 胎溫還掉了 重點是我們在賽道 對 很可怕喔 你這山路根本不肯這樣騎 對 賽道我都這樣騎 我還掉胎壓 喔好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對所以真的我覺得就是說 胎在冬天啊 胎壓胎溫真的是要顧 對 當然你腳沒有深測劑 你沒有辦法顧胎溫 那其實就是你胎壓先基本顧好 出門前的胎壓 對那像我剛剛講的暖胎就是說 你可以找一段直線 就是炊油大力炊油幾煞 大力炊油重煞 大力炊油重煞 大概平板的來個五六次 基本上會有一個很 一點點的效果 對會有基本的暖胎啦 會比起你就是很RV的那邊騎 因為你RV的騎基本上是完全不會有 不可能啊 對對對 搞不好你還掉 所以冬天真的 因為像我 那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好了 OK 因為大家自己知道 就是冬天大家其實 台北就是瘋狂下雨 所以最近真的是 蠻喜歡台中的 台中都不會下雨 對 那說實在 就是台北一直下雨 我永遠記得有一年的過年 OK 很冷 雖然今年 因為今年認真講 已經是連續三年都暖冬了 對 今年是唯一的寒冬 真的 真的 所以大家不習慣 那有一年的那個冬天 過年 然後就是我記得那個過年 連下 就好像放七天八天 就是連下七天八天 OK 所以很多人都怎樣 就是 乾那個我記得是初五還初 就是初是初是初五 過年之後 就尾聲了 OK 終於好像沒有下大雨了 可能陰陰的 可能有點毛雨 或是陰陰的 大家覺得 乾可以 我們就一群車就說 那糟了啦 而且我們那天覺得說 反正既然就這樣 那我們就不要去跑山 我們跑一個比較RV的觀光行程 比如說去海岸線 喝咖啡 所以那天我們通常就是從南港出發 我們應該要往內湖 或是我們要往汐止 上五指山或106 那那天我們就覺得 那我們就去往淡水 所以我們這輩子第一次 就是 直接上了環東 然後往這個西 就準備要 我們就要往黃河 往我家那邊方向走 對 結果一上去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很冷 然後大家又很早期 大概就是七六七點這樣子 然後 一上去說實在那時候 真的講我覺得我有點慌神 太早 太早 然後再又很冷 你知道很幫這樣子 對 然後那經驗是什麼 就是 我睡一下 我睡一下 不是 就是 反正最重要就是 我一上高架以後 然後呢 等一下 一上高架以後 我就是看到一台前面的車 我們就跟 我就騎慢慢騎 其實慢慢 真的是慢慢騎 然後我就前面來的突然就煞車了 那 我其實有個距離 但是突然因為它煞機煞 我就跟上去以後 我就 我就點了前煞 而且我記得 我那時候 我就很小力 我沒有 我沒有掐到死 因為 你知道 但是 它就直接滑掉了 然後我整個車 那時候是六百 欸是六百 它直接就 然後 那一天就 就GG了 然後我就覺得 而且過年 過年又沒車休 請你幫了大家一個忙 大家其實都不想去 所以你摔車大家就 欸 沒有沒有 所以轉 但後來真的是 仔細想 然後仔細去 很緊是不是 還好 仔細去想 仔細去評估就是真的是 因為沒暖胎啦 所以才會在就是你 覺得你根本沒有掐什麼煞車的情況下 前輪就滑掉了 但我覺得這有個點是因為很多人騎車就嚇到了 所以他其實多掐了一點 對 那我可能 我覺得我應該有多掐 但是不是掐到死 但是 當然 假如天氣好的話 可能就會 就OK了 對 它就咬住了 但是 今天這情況就是直接GG了 所以 今天開頭跟他講就是 無外乎就是 雖然這應該是兩個禮拜後 但是我相信應該 沒有回暖那麼快 或者是可能還是 還是會有點冷冷 而且未來可能過年也有可能會變低 還是有寒流之類的 畢竟 還是冬天 所以其實就是想說 冬天大家在騎車的時候 務必就是注意本身自身的保暖以外 還有 車子 台溫 台溫 然後還有暖車 什麼的 要確實 還有你的行車距離 對 都要注意 我覺得各方面的都要注意 對 都為彼此留點空間 就跟你雨天一樣 其實你反應的空間跟這個時間是比較 對 真的會比較晚 而且說真的 你真的遇到臨時情況下 你真的沒有辦法接 那真的沒接 你就算今天是馬克斯來 你也沒接 對 就跟遇到水 遇到油 每個GP宣傳也是摔水 對 好 那今天氣溫的部分 就講到這邊 那再來我們來講一下你最氣氛 你來開個頭好了 這個 哇他這個七七七啊 其實我跟你講 上次我們在 這個 EP7的時候 首播我在看 然後那時候 剛好是 好像一個月多前吧 大家都 首播就在講說 欸 那 對最近的那個區間測速到底有什麼看法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看到車友們在講區間測速 我已經知道 我看到那個錶了 你知道嗎 我真的講嗎 B 算了 我不講髒話 因為這邊講一下 麥克本身也是跑北移 他北移熱愛者 對 而且北移你看 那麼多好吃好喝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真的心情不好 我自己會跑北移 對 很多人騎車就是這樣 對 而且我不是騎快 可是我就是想 享受那個感覺而已 可是 北移30你怎麼可能不超過 30還是40 對 沒有有些路段30 有些路段40 我只來 幹 這麼小啊 幹 我媽這樣換 好沒關係 反正就是北移是我一個 我覺得很喜歡 而且 我又很喜歡去宜蘭的人 對 我很喜歡海邊 我很喜歡衝浪 所以我有時候會 騎著車去衝浪 真的我一個人喔 我不想跟任何人 你邊緣人 因為我那時候心情不好 對我邊緣人 其實我邊緣人 對對對 大家邊緣人 對啊 大家魯蛇邊緣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看到那個區間測速 我真的有點不爽 欸他不是區間什麼 欸可能像現在的區間可能就是前段 分段 對 他今天是從前段我們以前認知的第一段開始 那你先兩天介紹一下 就接下來北移的區間測速 好 其實我大概知道那個地理位置 可是我跟你講 大家基本上就是從你現在認知的區間開始喔 以後全部都區間 大概有五段到平臨之後 都大概有區間測速 而且你每一段你沒有辦法再停公車站了 你就是直接你每一段他都算你的區 就是算你的時速啊 算你的你只要在那個分分鐘內你過了那個區間 你就GG了 你就收到罰單了 喔 對 衝到小啊 對啊 這也是很多人就說什麼為什麼 欸就是剛剛打票怎麼還沒回來 因為騎速在幹我想到這些區間 你也沒得起啊 對啊你也沒得起啊 去哪啊 對啊 而且市民大道車神 你繼續待著吧 OK那你剛剛講什麼 對對對我剛剛真的很不爽是 好那我今天換個 比如說五子山啊 什麼 1 什麼106啊 可能台台起這樣子 或是就是西兵跑跑這樣 可是 他幾乎 都有欸 我那時候看 呃台起我不確定他現在有沒有 台山啊都有欸 有嗎 真的真的真的 我 我其實現在我不太記得 他所有的規範感 他規範很多條 很多段 我覺得 那 你是要機車主死 是不是 那你是 對啊我覺得 欸沒有 重點其實還有一個道理是什麼 其實我們機車主 我們大不了 就是我們還會找地方 或是 反正我當然的確 這真的是二殺極多的人 對啊 因為說實在不是每個人都下賽道 今天台北市有賽道的話 我天天去我幹嘛跑山 或是 真的 我說我要善心 我就他媽走北海岸 哦哦哦 對對對 你知道嗎 就是我 那我假如我可以跑 我想要沙灣什麼 或是我想要什麼 就是去賽道 對 人家大隻賽車場蓋起來了 我就去賽道 對 我直接在那邊租一個屁托 直接租一個屁托 對對對 那就是這樣啊 但我覺得說 你看區間出來了 其實喔 真正受害者是誰 是那些當地的人 以及要 哦對 以及每天要走這個大客車 職業駕駛 對 你知道嗎 沒錯沒錯 他們 對 就是沒案法 所以他們現在走這個北移 然後你看假如這樣子 那他們還要開什麼 對啊 而且一些樞紐 你是台北到宜蘭 要嘛雪水 要嘛去北移 我覺得這一定會出問題 對啊 我希望出問題 沒有我覺得 一定會有一些 argue 一些車友或民眾 最近有一個很紅的那個文章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蘇花改開放了大客大貨車了 然後 就是他們說大貨車極力的那個 極力的這個 在抗 抗衡下 對啊對啊對啊 我們決定為了大家安全 我們開了這個蘇花改給大貨車走 看我在找 對啊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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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ait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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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對喔 我們呢 我們呢 我跟你講啊 反正輪池越多他們越注重 對可是 殊不知兩輪的是其實是台灣現在是最 大家以前靠什麼幾家 大家以前在奮鬥的時候靠什麼 二輪 靠一台機車 我就賣東西 我就載貨 我就送貨什麼 京王 那什麼載貨的 對啊 很多名人就是以前都是要靠二輪 對啊 對啊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蘇花改其實現在很多二輪騎上去 三段嘛 三段 你 有種就開我三段 沒有我給你開啊 我給你開嘛 對啊 那我就 真的有說是 其實我覺得不是什麼路權 也不是說什麼 其實就很簡單的就是安全問題 對啊 基本安全問題 我走了我比較安全啊 你們你們覺得說 你們這些機車怎麼就貪快喔 你們就機車你們就乖乖這樣慢慢騎 不是 我們其實是安全問題 對啊 為什麼開蘇花改 第一個 蘇解交通 第二個什麼 太常貪方 沒錯 你知道嗎 蘇花改就很常貪方 對 每逢颱風好雨就貪方 沒錯 那落石也就是啊 注意此處危險有落石 對對對 那很奇怪了 所有人都可以為了就是可以避開落石走這個路 然後我們就不行 你就 就因為我們是機車 就因為台灣的法律就說進行機車進行機車 要所謂的車種的歧視跟分流 對 所以你要二輪 假如說在在我們在騎到花蓮的時候 不小心被落石砸死還是怎麼樣的話 政府賠嗎 對啊 沒有啊 所以而且就像好 最簡單很常常區間測速的東西 其實我本身有做過一集 我大概有做過一些功課 其實真的講 那時候我很想要diss區間測速 但實際上呢 我做了國外的功課 我發現其實區間測速大家是偏正面的 OK 那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OK 首先呢第一個區間測速呢 本身在國外的確 他是一個有一個有效的就是說 你看氣到狂喝的 你說我乾杯了 我乾了 就為了這個區間測速先敬你一杯 太氣了 太氣了 對啊 就是重點是國外其實他們有區間 他們也證明了說 的確區間測速呢 的確是可以有效抑止這個車速問題 繼續 那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其實是因為國外本身沒有那麼多的照相機 以及測速區段 對 那再來就是他們其實也有發現問題 的確在數據上面 畢竟政府都很講求科學數據 對 在數據上面的確有的確降低事故了 但是 這個有他們也了解一個但書 就是當你離開這個區間以後 你是否會想要賺回剛剛的減速 對 你懂意思嗎 對 就是我剛好我剛歸在自強隧道 對 我歸了50時速 對 前面都沒車 我只能開50 對 所以我出隧道我他媽就開100 我就是要吹 Double 對啊 這種是有報復型消費 對 報復型超速 所以 OK 好所以他來了 他全斷了 對 那OK來 那這種人還有很多人在想說 那OK 那你高速公路先試辦嗎 最多車流量的 沒錯 最多車流量的 對 那最 不要跟你講啦 你們這些人 看我看一天國道有幾個超速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 那 那你為什麼不先國道試辦一下 那你不敢嗎 那你不敢是為什麼 因為你就先拿小眾的開刀 你知道嗎 就是柿子挑軟的吃 這是我覺得最讓人氣憤的 今天你假如要推一個法規 你要推一個新的東西 那 你就一視同仁嗎 扎平等 對啊 都來嘛 那我就 你假如覺得你怕被幹爆 那試問一下 那你憑什麼對我們這樣做 沒錯 你就是欺負人 你就欺負人 對 這很簡單的道理 你今天假設好 就說我們 台灣 台灣接下來 2021年 全斷曲線車速 我們國道e-take也可以曲線車速 OK 那我相信二輪不會有話講 對啊 對 那我們就來 你知道就看誰先撐不住 那我覺得 肯定是大家都一起撐不住 然後大家直接幹掉 然後政府又受不了娛樂壓力 然後直接就拿掉了 對 所以你們官免堂皇說是什麼 為了安全 為了殺小 為了降低事故率 說實在的 真的 對 我這樣講的 國外也覺得 數據的確有減少要廢話 對 就跟你講 擺明了這邊他媽 就跟你講前面他媽有懸崖 你不刹車嗎 你懂我意思嗎 對 那這樣子一個 基本的道理概念 那他會不會 大家會不會降低時速 大家會不會 白癡到他媽的 往前衝跳懸崖 不會 那當然 他就會騎慢一點 那當然 事故率就會降低 沒錯 你懂我意思嗎 超 我講的是罰單 不是事故率 對啊 那你想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bug 那到底這東西 OK 我其實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像我講的 國外他們有 他是為了譬如說 他們覺得這個路段 真的非常的危險 他們家裡 對 可是台灣小小一個國家 比起國外他媽的那個 照相機 區間測速 然後那個頻繁率 就是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真的想替政府解套 就說 沒有啦 就是他們為了大安全 但相對來說 啊幹是為了錢 你知道嗎 我們都不希望是這樣的講法 對啊 我們不希望這樣講 真的 但是有時候你要說服我 你得說服我說 到底 真的這樣是為了安全嗎 那這樣子安全的話 國道多少 翻車 火燒車 撞車 護欄 睡著 什麼樣的 什麼大卡車 什麼挖狗 像之前那個什麼追撞 連續撞 怪機車上國道 對 的確機車上國道不好 可能現在以法規問題來講 尤其他就是小車 的確這是違法的 對 但是說實在實際上 車禍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大車他沒有注意好安全距離 他直接失控了 直接撞上去 他沒有看好 對 所以怎樣 所以因為我今天我在那邊 我上了路 但是其實我根本沒有愛到你 但是因為你自己的 因注意為注意 你沒有注意到 你選擇 喔幹這釀成一個連環車禍 全部怪到我們身上嗎 那就是很簡單嘛 那今天政府就直接他們高速公路 直接也試辦 區間車數 那我沒話講 我沒話講 你知道嗎 但是 這個就很簡單的道理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不敢辦 為什麼 為什麼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and nothing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一定 一定是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試著跳軟絲 這是我們最氣氛的地方 說實在我覺得新的規定 新的東西 我們都願意嘗試 我們願意互相的去解決 沒錯 但是你今天假設很明顯 就是你要欺負這些人 哇那真的是很不得了 像你看你北宜嘛 那吳子山 說實在吳子山也一樣 三月 三月 三月好不好 三月確定會 對 他說實際上開放的時間 會 表示確實 確實 就他還沒有說真的確定會到 真的三月 他可能是先試辦 對啊 但是你要 這東西 全斷 哇塞 不是啊 這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 那國外 其實你把重點區域分好 你覺得 像國外 School Zone School Zone是什麼意思 就是 學校校區 學校校區 所有 不知道我忘記幾公里的入口 對 他就是你必須要限速的多少 你超速裡有GG 很多國家都這樣 他絕對重罰 對 或是reserve的一些車位 你佔了 他一樣把你重罰 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障這些人的權益 還有 我的一些小朋友 他在 他在周遭下課放學 你給我開超過這個時速 你沒有停Stop Sign 你就GG了 他絕對讓你GG 真的 他就是重罰 我被罰過一次 就是超過一點點而已 可是 好我沒話講 因為他其實很良性的跟我勸導說 你真的是超過一點點 對不對 沒關係那你開我好了 他就開我 我忘記九十塊吧 那還好 對 他應該有小開吧 他應該有 九十塊 他應該有 他應該有 他就是三 快三千嘛 對啊 所以我說他有沒有低開你一點 還是說 沒有沒有 還是直接開 OKOK 所以我覺得 Sorry Sir Sorry Sir 所以那時候覺得說 喔 好 我要注重這些美國他的 資源 他的下一代 對我懂 這我懂 所以 其實我覺得台灣在某些路段 你可以比如說 市區一些 學校周遭 你可以開這些 先例 你比如說 在這個區間內 你只要超過多少公里 你就GG了 我絕對開你拔單 OK喔 山路不是阿 哈囉 山路有些人要拿來 上班 送貨 幹嘛 跑山 甚至向我療傷 好不好 去 去叫我 對不對 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跑山 很納悶的時候 跑山 我和女朋友分手的時候 跑山 對 一樣阿 幹嘛去 先單阿 我好不爽喔 我真的很不爽 我真的很不爽 看得出來我很不爽 看得出來 對 他竟然有這樣的情緒發揮 真的 代表沒有 其實有這樣的反應 或許你也會有 聽眾們 你們或許也會有這種反應 代表 你們真的愛騎車 你們真的在乎你們曾經愛的那條山路 你知道嗎 你們真的就是喜歡那條山路 你們曾經有很多的回憶也好 或是你就是只跑這條 或是你就是 就是喜歡跑它 對 或是不管 不管是跑這個山路也好 或像你講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跑山 不是真的純跑山 因為有很多意義 對啊 你知道 這是 maybe是個回憶 或是一個抒壓 或是一個抒發 等等它其實很多意義 所以玩車這種東西 他們其實不曉得 他們扼殺了掉 不只的是我們一個玩車的空間 沒錯 maybe也是一個我們可以抒發的地方 或是 或是一個家庭的產生 比如說我要帶妹 什麼 我想要秀一下 我就沒辦法超速了 對不起讓我報應一下 就是這樣對不對 你看 以後在北宜還看得到屁股嗎 還看得到屁股蛋嗎 沒了 腳沒順啊 我的腳沒順 我的腳沒順啊 小臉母我們趕快去106好了 所以真的是我覺得 區間測試的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 就有點腳枉過正 對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是腳枉過正 我覺得其實 像我之前 我以前我還跟觀眾 我還安慰觀眾 我說區間測試的東西 政府是這樣 他關了一張窗給你 但他一定會再小小開個小後門給你 對 像之前的北一樣 maybe他扼殺了你整段爽的感覺 對 但是因為他得這麼做 所以他分了兩段 那你可以休息一下 對對對 沒錯沒錯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是說 好 我們自己也會注意 對 我們自己說什麼等等之類的 但是 的確我也不方便 但是我也認 我也就是OK 彼此妥協 對那我可以接受 但你假如真的全部弄的話 對啊 幹那我真的是幹嘛 對 而且他不是到屏林而有 他到屏林之後 好像還有一小段還有 嘿 哈囉 你整個抹殺掉所有人跑山的 對啊 我以後要去吃紅仔雞 對不對 我還要先吃房單 我媽吃紅仔雞之前 我他媽就不爽 我就吃飽了 你看 好帥了我回頭 我到茶葉蛋我就回頭了 我只吃茶葉蛋 就吃紅仔雞了 對 我到茶葉蛋已經快 因為已經快到宜蘭 茶葉蛋就快到宜蘭了 其實對 我茶葉蛋我吃完 我就不爽吃了 真的真的 氣死我了 媽的 你們兩個喝的很好 沒有 我快錄完了 沒有沒有 我們在錄Podcast 真的講的話題 你看連阿姨都不爽 我真的要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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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重點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真的是一個環境 比如說 你二殺這東西 那你不只區間嗎 你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你也都是 就是雙標啦 我覺得雙標仔 對啊 就是雙標仔 那我覺得就是不OK 真的很差勁 說到這裡 那我覺得其實國外 就真的不是這樣子搞的 其實我們會氣氛是 國外就不是這樣搞的 對啊 總之人權 所以大家互相的基本權利 你顧好 其實它就沒問題了 對對對 對啊 你摔車 你怎麼樣 你超速摔車死亡什麼 那是你家的事情 對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對啊 對啊 你今天好你摔車 你可能沒事 可是你需要一台直升機來救你 好 那支援就對了 你知道直升機大概是要多少 多少 五千塊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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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萬 台幣 你坐一次就要五千塊 你不啊 就是到醫院還有什麼醫療費 不管你就是做一次五千 我忘記每一週不一樣 對 這時候你也沒有要跟他阿Q說 欸我覺得你直升機有錢 也不過這樣而已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對 你就自己北欄嘛 你讓他需要出動這資源 沒錯 對啊 我覺得這是相對來是合理的 你為什麼不用這個方式呢 對啊 對啊 台北你好你自己摔車北欄 你要直升機緊急救援 好那你就要付出那些錢 對啊或是 就算你媽還到屁股爛掉 你都要還 光好叫救護車好了 對 對 你也可以 台系很常有救護車 對對對 那我就送你到醫院 對 這個就是費用 對對對 那你這樣你就知道說 你得 you need to pay for 對 你知道嗎 你得有代價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對我覺得這個觀點很好 就是凡事就是你要有代價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當你做很多事情 你會思考到背後的代價的時候 maybe你會思考說 欸 那我慢一點 對 我該注意一下 小心一點 我多戴個秀儀安全帽 不是 而不是說什麼 我先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你全部砍死 真的真的真的 你知道嗎 就是真的真的 他等於說就是 就是 的確這是個 比如說超速式問題 或是他會造成危險 maybe 對是 但是 你就等於說 好像大家還沒有 你等於說一次殺全部了 對啊 你直接租連酒足 然後而且是 就是 罪名是莫須有 你知道嗎 就莫名其妙 只是上面騎個車 對 對啊 我今天又沒有摔車 我也沒有造成危險駕駛 我也沒有轟 沒錯沒錯 我可能甚至沒有超速 對啊 對 就是我沒有超速就是 沒有你看像我們那次帶滴滴 我們有超速嗎 沒有 對啊 對啊 而且這種 還有他還要講那個問題 出現測速這東西 有人說其實有個解套方法 OK 就是說 那我們應該要台灣要去審視一下我們的這個速限的設定 你知道嗎 就是像你講的有些用30 比如說 他們以前 速限就是說要照這個彎的大小 或是路的大小 或是這個危險的程度 然後他去設速限 所以很多山路都很低 沒錯沒錯 對但是說實在 現在科技在進步或是很多市區的速限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大家科技進步速限已經不是像以前那樣子了 沒錯 你知道嗎 當然我覺得說他會有個安全標準 但是 你今天要群騎區間可以 那你是否去衡量一下 你自己去跑一下 就是你很簡單啊 你30去騎這條山路 對 你騎看看啊 對啊 聽見 現在政府官員有聽到的 自己去騎看看 然後他說 沒有他說很安全啊 白癡喔 白癡喔 不是啊 他就是 這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 你今天 不管 你要當一個 就是 路是什麼 代表他是一個旅 對 你要A點到B點 對 但我今天假如A點到B點 你用一個不合理的速度的話 真的 那你還要我照你的規則走 我阿嬤都騎五六十 對啊 真的 我阿嬤在那種鄉下地方 台中 哈囉 兩不生蛋 他五六十他都嫌慢了 對啊 對啊 所以 合理的速限是一個非常重要 對 今天假設你在萬里隧道 那麼直那麼長 然後沒有車的情況下 然後你還有一個點 出去區間測速會造成什麼 因為他不是照相機 一個點 對 所以你有時候接近的時候 你瞄一下表數 區間測速一整段 對 等於說你必須要一直注意你的表數是否有超過 沒錯 那你假如需要一直低頭看你的表的時候 請問一下 哈囉各位 這比較安全嗎 對 這也是一個危險 我假如不能很自在的看著路面 沒錯 那就不安全了 對 那OK 那你說那你可以不要看表 那我以我的體感來講 我覺得五六十就跟走路一樣 對啊 就我超速但是我覺得我超慢 沒錯 沒錯 你知道這樣 對 我就是我不看表 我就一定超速 對 那我不超速我就一直看表的情況下 對 那這樣真的安全嗎 對 你知道嗎 這就是太多BUG 對 太多的BUG 太多的BUG 可以講 你知道 所以這東西就是 Come on please 真的 這很多的 真的我有時候在國道的時候 國道現在是 我都走國道1到台中 他就是100 然後到國台台中 然後是110 我就有時候真的 我認真 我真的有時候看那個時速表的時候 我就差點 因為我走內線 其實我就是殺到大概在線速內 不要被照相機拍到的時候 我就其實 因為我一直注意那個時速表 所以其實稍微有點危險 你知道嗎 對 因為前面的車 或是可能誰突然插進來什麼的 其實對啊 真的很危險 就像你剛剛講的 超有同感 超有同感 又是騎車更危險 就是你必須要去注意 對 對 你要看 然後你要怎麼樣 你要看你要怎麼樣 那前面有什麼狀況 你怎麼知道呢 對啊 就今天假設就是 我覺得啦 70%的人 可能這樣的速度是舒服的 那或許他就是一個 比較恰當的速度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去天車速 就是 的確他們是參考國外的 但國外說實在 他們有這麼的重度的實施 以及說 是否真的那麼恰當 那你說實在假正那麼恰當 那你出國 我相信 到處 不會有照相機了 都全身就好了 沒錯 我跟你講 你這邊標題 打聳動一點 我跟你講東正新聞 你要架構 你要什麼樣的話 都給你轉 弄死好不好 對 都給你轉 轉哪裡就轉哪裡 保證轉爆 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真的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 真的 因為沒有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今天是開車主 你不在乎山路 你不在乎騎車 對 但今天你哪天腳 你需要 你腳需要說 你真的需要用到的時候 你遇到 你知道嗎 這就是有點尷尬 是什麼 每個族群都是這樣 他會噴出來 你要那個 走 繼續講 他有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 同理心問題 之前就是 國外像我很常講一個什麼 就是 當初猶太人被追殺的時候 我莫不吭聲 太久了 你知道嗎 很多族群 被被破壞的時候 悶不吭聲 當今天哪天 大家 政府覺得 都可以了 機車主都殺完了 那換殺你們這些 職業駕駛 職業駕駛 殺完了換什麼 換計程車 而計程車殺完了什麼 換這個 一般民眾四輪的 沒錯沒錯 到時候你這樣的時候 你還沒嘴說 你們這些重機飆載 危害這個風氣 你知道嗎 到時候這時候 誰要幫你講話 真的 那一起死啊 真的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 你假如沒有一個同理心 你不了解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棄這個 為什麼要爭取這個 為什麼我們不了解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很不合理 沒錯 沒錯 對啊 就是你好像其實很多重機騎士 他們 有開車嘛 相對因為他有錢嘛 我跟你講 基本上 八十九十啊都有 有開車 不要說你有車 你有駕照 或是你曾經開過車 你很常就是 開高速路啊 去玩啊 所以這東西就是一個 我覺得 上 OK 上國道這部分 我覺得大家合理就是說 你看 我假如 我上國道 他會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假如真的 萬一小牌白牌 上國道我會覺得有點危險 你知道就有些人 確實啊 對就是他會覺得說 因為風俗名情不一樣 所以他其實不一定贊成 重機上國道 因為他有他的顧慮 但他開車 但他也騎重車 但他不贊成 因為他有他的顧慮 他可以評估 或他覺得說他其實 每個人都每個想法跟看法 但今天這個區間測度 就是很明顯是直接 就是他也沒有什麼理由了 你知道嗎 今天假設人 你跟我講說國道這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講 憲法過了 那重機其實我覺得某方面 我是覺得贊成 原因是因為假如你今天是重機 而不是只要向日本 150機 因為我覺得國情不同 對當然 我覺得日本考照制度 就是這麼困難 所以每個上路的人 相信都有基本的sense 對沒錯 但是因為台灣機腿換駕照 所以你說實在 你機腿換駕照的情況下 你還要讓那些阿婆 或是一些隨便不會騎車的 白牌車上國道嗎 對我剛剛就是想這 因為這太危險了 所以我認同 我蠻贊同重機可以上國道 OK 那因為我本身我有騎重車 我覺得好國道110 高價90到100 請問一下差這10公里 我問你到底差在哪裡 對阿 Come on come on 就是10公里而已 真的我跟你講 像我很常騎那個黃河 它風不會比國道還小 我跟你講那個有時候風大到真的是 你會飄阿什麼的 對可是真的 你騎 就那樣阿 對啊就那樣 所以你只要hold好就好啦 嘿 對啊 這麼關聯 拜託好不好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道理 就是今天為什麼 你要說服我 你假如真的覺得你很有道理 或是像我剛剛講的是國道 不好意思因為我們現在真的 你看機車族群那麼多 假如所有白排機車都上國道 哇那還得了 或是一些七八十歲阿婆 然後上國道 對對對 那它造成國道的危險 那我覺得就是我可以我買單阿 對 你有理的話 或是我覺得是以一個因地制宜 就是這個行這個國家 這個文風俗民情 對 造成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我買單 因為我也會覺得 我們的確考照資助是有問題的 對 但是你今天假如是限速這東西 就它等於說它是在最前面 就扼殺了所有下面的可能性了 沒錯 你知道嗎 就是假如今天上國道是路權問題 是我可不可以去 跟我這個一條山路是完全我不能走 這是兩碼子 完全不同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嚴重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啊 那也就是區間車速 其實 那我們來好好聊 我們氣氛聊完 影響 你覺得接下來會影響到我們的機車市場嗎 我跟你講 你以我為例好了好不好 我那麼氣氛 今天我跟你講你封了一條山路 另外我 tmd我自己開一條山路 你哪一條沒封我就騎哪一條 重點是 他假如今天全部封掉的話 我跟你講 真的不會只有我那麼氣氛而已 真的真的 對啊 你到底要封到什麼時候 對啊 好 你今天考照資助不加強 你的人民意識 你的觀念不加強 山路 指標不治本 對 山路的那個事故率有比市區高嗎 沒有 對啊 真的沒有啊 對啊 那你刪到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刪到事故率 多半大概百分之八九十幾乎都是自己操作的問題 過快 然後除非有些真的 基本技術觀念問題 對 真的被吃對象什麼 撞了那個另當別論 對那個就是 你那個那個一定要 對 就是 對可是基本上你自己摔車什麼的話 像我們剛剛講的 自己付錢嘛 對啊 這是你自己的責任 對啊 這是你自己的責任 你真的摔到讓人家需要用直升機來救你 就是要付錢 或是你需要救護車 對 那你有種是死在山路上面 對對對 沒錯 沒錯 不要救我 對 沒錯啊 對啊 因為現在其實高速公路也是啊 你出車禍 你出車禍 對 你找拖車 你找保險公司 對 怎麼樣 你就是自己找嘛 對啊 對啊 凡事都有代價啦 對啊 所以 重機上國道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沒問題啊 對啊 對啊 你就負責 你假如覺得 對啊 像有人說啊那雨天怎麼辦 那雨天你假如沒有一個良好的觀念 或是你沒有乖乖的騎 你就不要上國道 對 你就不要 對 你就是在下雨天我也不會白癡到他媽上國道啊 沒錯沒錯 是下雨天我們其實很多騎車人我們都不騎車 是因為下雨天就是危險性增加很多 對 那我們也不會把自己就是 人 白癡到想要去摔車什麼有的沒的 對 那 戰福公演自己看到自己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說很多事情真的是很 有時候邏輯就是你其實認真仔細去思考 像我們今天講很多東西 對 你看 你看這很基本的邏輯問題 那為什麼今天會搞到這種程度 嗯 對啊 所以就是我常在講說 機車很弱勢 你看 沒錯 這就是啊 對啊 對啊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就是 對 我跟你講在台灣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政府公演自己評估 好不好 台灣騎機車的人有多多 嗯 好不好 黃牌紅牌的 車主有多多 你這些選票 你要不要嗎 你自己講 你這個 你要的人你就轉發這個 你這個道德勒索 我跟你講 真的 大家都為了選票 好選票為什麼 就是 真的是你站得住腳的話題 對啊 其實 為什麼最近 路權或是進行機車 對 有在跑 對 其實就是因為很多年輕的議員 瞭解到現在年輕的族群 他們很在乎這個 本來就是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啊 你聽眾你假如覺得 聽完這個或是你覺得 你也很在意你未來的空間 你未來騎車的 的權利 嗯哼 那 你是 你就得就是 支持一下 或是你得去有所作為嗎 對 因為你想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到底這個東西實施下去 對於未來的車是有什麼影響 或是整個環境 OK我跟你講不要講那麼現實 好 就我們講個實際例子好了 好 實際例子 我講個模擬的例子 好 假如說你今天好 今天我們再連續假期 OK 有一個在台北讀書的小朋友 對 他沒有車 他可能只有 然後買不到火車票 他可能只有數個達 或是黃牌 不管 他沒有車 因為他買不起 他在台北讀書 他家在宜蘭花蓮 連續假期 今天他家裡發生了事情 或是他家裡有什麼急事 需要他回去 然後怎麼辦 他得曲線車速 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把 五隊 曲線車速 他媽等完 因為他沒車嘛 他沒辦法上國道 好 再來是他必須要走北一 或是金山 對 金山那條路大家都知道 有騎過的都知道 其實這跟那個蘇花很像 對 就是 我們被迫擺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對 而且他就是直接說什麼 你 你就機車 所以 對 那到底為什麼 我們會被擺在危險的地方 對 我們應該嗎 對 而且重點是 好 你每路選 對 對 那你今天好假如說 再嚴重一點 好 比如說 你在台北讀書 加強住宇蘭 大家都在坐台北讀書 沒有沒有 不要太遠就好了 我們住 頭城 OK 頭城郊西好了 你今天 比如說 爸爸病危 媽媽病危 那坐火車呢 延續假期 坐火車 你怎麼可能臨時買到票 對啊 好 火車也是個問題 就買不到票 對 你只有一台摩托車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只能騎摩托車 你盡量Pay 好不好 當然大家都不希望你Pay車 可是其實 在你騎的情況下 你真的只有那個交通工具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不要說不可能 我跟你講 真的有人發生這種事 真的有人發生 我就不講誰 其實我覺得 對 我就不講誰 對 真的有人發生這種事 所以 我覺得 這是可能會一生的遺憾 對 因為他沒車嘛 他就沒錢啊 他是學生 他是窮學生 他真的買不到票 他有找我幫忙 然後我們找什麼 什麼什麼 進行火車啊 什麼什麼請幫忙 什麼 真的沒辦法 他 我打給他的時候 他已經在路上 騎車 對 他已經在騎車 他說我知道買不到票 所以我已經在騎車路上 對 回去的時候 他爸就掛了 好可憐 因為我跟你講 這案例真的很少 沒錯 可是 然後 他講說 有一個機會 他可以騎國道 他可以鑽車縫 好他可能收到罰單 可是他可能 有辦法 他可能有辦法去看到 這 或是 剛好 對 他就是 賭那個機會 因為這是他最後的機會 對啊 然後呢 對啊 這是例外 我懂啊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傷心的故事 我相信真的很多人 可能 但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你每個族群 對 等到你遇到的時候 對你才知道重要性 你才知道說 當初我不應該這樣 漠視這個東西 對 因為說實在 身為一個技術 但是我其實很久沒有跑山了 對 所以 但是麥克其實很常跑 所以他很理解到 從小到大就是二輪 因為 因為我真的是去宜蘭 我去跑北移那一次 我真的是 就是 我有拍影片嘛 我真的不知道該哪裡停 然後我真的 我跑完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他媽超級有夠無聊 對啊 我就覺得說到底在幹嘛 對 我到底來受罪的還是 真的啊 我就覺得說我到底來幹嘛 我 我只是想要放鬆心情 看看風景 對 然後說實在我也沒有騎很快 也沒有要騎很快 對 重點是 我沒有要殺彎 我沒有要小胚 對對對 沒錯 但是問題是說 你今天連六十七十都不讓我騎 沒錯沒錯 那 我 我到底在幹嘛 對啊 為什麼我在這裡 我到底是誰 你知道我這時候會有種 所以 所以 這有時候真的是 事出必有因 但我覺得 反正就是 今天的 podcast 我們就是 的確抱怨很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說 就是 呃 我們是盡量理性的跟大家討論 盡量盡量 那雖然今天他這本身是一個受壞者 所以他稍微有點不理性 但是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相信大家聽到現在應該覺得我相對是理性的情況下 我都覺得其實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對 沒錯 那 對啊 你今天你開車你就不在乎了嗎 還是說因為今天你不跑北移你不在乎了嗎 那今天換到五指山 OK 那你不跑五指山沒關係 那台七 台三 然後一三九 阿婆灣 當輪到你的時候 你到底 對不對 很多時候真的是你要去預防 就是你覺得 你覺得不會到你 或是你覺得真的你沒差 但是說實在 等到真的全面開放的時候 對啊 我跟你講四輪不要佔二輪 我跟你講 四輪佔二輪 我今天講 四輪二輪 我希望都有共同的使用路權的 沒有最最最最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這一整天是什麼 道路平權問題 對啊 你因為你四輪 你有時候可能會遇到什麼 地方塞車 你可能想走二輪的地方 可是你覺得沒辦法 二輪有時候你可能覺得 二輪的地方塞車 你想走四輪的地方 你沒辦法 但今天假設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對 大家就可以很多路線去做選擇 Why Why not 而且這次我看三寶很多都是這樣 像什麼大家講什麼 為什麼最近左轉被吵得很兇 帶短大風 對 那政府的很多影片他們就說這個危險是什麼 像柯文在那裡有個影片是說他就是說有個機車直接左轉 可是問題是說他是從最外側直接轉到最內側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那 What the fuck 你知道這裡 I know 這個很基本邏輯問題啊 你拿一個極度錯誤或是本來就有問題的一個觀念去跟大家說這個危險 所以某方面意識來講是什麼 你站你覺得這是對的 嗯哼 你不是說你覺得 就是你覺得這是合理的 所以你會把它拿出來說因為這樣子很危險 因為你覺得是合理的 對 你覺得機車這樣子 機車這樣切那麼多 你找到一點 機車切那麼多 是然後撞在一起 是因為本來機車 你知道就是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 甚至我最近有一個三寶 應該我覺得這package上的時候 有機會應該是這級三寶 就是我不知道因為我不確定 就是因為我有兩級啊 那我不確定哪一級 那有一級就是很明顯是一個消防車在開 有一個一台汽車直接就是大外切 然後那消防車差點就裝上去了 嗯 那這也是大外切 但是四足是什麼它是汽車 所以什麼 本來車種它就不是一個問題不是車種 對問題不是車種 問題是人啊 對人的問題沒錯 還有不只是人問題 還有國家教育人的觀念 對你設計你的道路規則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對 對沒錯 今天我們講的那麼多大外哥啊 或是什麼 插狀啊 很簡單 今天假設 你就是嚴格考照說 左轉靠左 右轉靠右 你今天需要轉彎的時候 你就是靠裡面 你就會轉到你要的 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所要 從外側大外哥 或是有人要直走然後被一個突然左轉右轉的 因為我會知道說 這樣子比較安全 這樣子比較safe 沒錯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因為台灣他們怎樣 就是像他指標 指標不治本嘛 對 他覺得說反正我把山路封死 就不會很飆車了 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是用那麼腦殘的東西 或是反正就是 就是帶轉區 反正就帶轉 反正你覺得這事故多 那我就不能左轉了 你知道嗎就是 太多東西是以其 沒錯沒錯 從根本的教育出發 對 你知道從根本的教育 教育一個好的觀念 OK 那整體就會好 對 但是你今天 你下面你根都爛了 那你現在在講說 你他媽上面要多好 或是你就是要 你等於說一直用 你等於說只是 去治標不治本 然後你讓事情越來越惡化 因為你本來就是 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不對 我跟你講我從 21歲開始 我只要 不用帶轉 或是 他有帶轉隔 可是我明明在左邊的話 我就不帶轉 我去白拍 我也是啊 對 我現在也是啊 我就 就算在那個 你知道中校復興口 其實那個帶轉隔 是要等很久的 因為我以前做房仲 所以我就 不帶轉 只要看到我其實也沒事啊 真的假的 對因為 你也乖乖等了 對我覺得我是很正當的一個 因為那時候其實沒有人在講這件事情 對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做房仲 我覺得很合理 而且有時候 而且有時候你在左轉的時候 你其實也是乖乖等 等到你確定你可以轉 你才走 當然啊 而且重點是第一 我不會去超前面的汽車 我不會騎到最前面 第二 我是慢慢慢慢排隊 所以我等號次 走了我才走 對 對 其實我白牌 我騎Fighter 對啊 然後他看到我走 他也就是 他也就是看到 轉為頭去指揮交通 That's it 對啊 所以就是當你騎很多事情 你真的就是 它是合理的 對 它是合理的 今天我覺得 帶轉區和直接左轉 可不可以共存 可以 你要帶轉 你要直接左轉 對 然後你真的要左轉 反正來不及了 那你就帶轉 沒錯 我們機車 因為說實在帶轉區 它這樣子 第一個當然帶轉區 本身有問題 你可能會吃到人行道的空間 但是因為台灣的確有帶轉區 OK 那大家也習慣了 那今天有帶轉區怎樣 我就是 我真的 就一個選擇權問題 那帶轉區它本身不大 對 所以 就機車OK 像我最近有三寶影片 就是計程車帶轉 你知道嗎 我看過好不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你要說 機車都該死 然後四輪就好棒棒 沒有 其實人都是自私的 今天你 很多人就是 換個位置換個腦袋 你今天開了車 你就覺得 我比較高貴 對 那你機車就見名 Come on Fuck you 所以 好不好今天講的都算 就有點仇恨值有點高 但是 我覺得必須的 好不好政府官員 看到這 Podcast Podcast的話 直接轉發 分享不用問我們 直接分享 對我直接授權 對直接授權 真的真的拜託 好那當然我覺得 今天講到這麼多 就是我覺得大家呢 你覺得認同 或是你真的覺得 OK 我是覺得你也可以有意義 你也覺得說 你也可以跟我們討論 你也覺得說 你幫他亂講 沒道理 你把你的觀點說出來 沒錯一件事情 沒有單一 真的一定會有人反對 你也會贊同 我希望你們反對我們 大家合理討論 因為說實在 今天就是這樣講 我覺得假如我真的我有問題 我在硬拗 那 你講出來 我被challenge的時候 我也說不出話 對 我歡迎各位來challenge 對不對 或是我覺得理性討論 你有你的想法 你有你的看法 那我們就來討論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你就很簡單邏輯問題 就好了 像國道問題 我們也講 就是我也覺得因地質疑 現在台灣的確可能不太適合 因為我覺得開放的權限 要斟酌 對 對 但是你看人家說是趨勁測速 那你為什麼不用國道咧 你假如覺得國道那麼重要 那麼需要 可能危險還是什麼之類 那你先進了重機了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先來個試辦趨勁測速 那為什麼 有些重機還比機車 汽車還大 大CC數 對啊 所以 重量也比汽車重 對啊 你假如要真的論這東西 對啊 所以我覺得好不好 所以假如今天你聽完這Podcast 或許你可能會 我覺得要思考一下 你去吸收一下 然後去思考一下 那你假如覺得有道理 麻煩分享出去 sup my homie sup 等一下你到底多醉 好啦 反正就是我覺得 就是大家去思考一下 這個我們今天講的道理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真的非常有 我跟你講 只要政府官員找康康 或是私訊康康 真的 他很願意配合 OK 我們很願意報這個話題 先別 花旗一下 真的我跟你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話題真的是 大家都要吵一吵去 吵一吵去 可是我覺得為什麼 就 共存就好啦 嘿 有那麼難嗎 其實就是平權 掛的錢沒有比你少 就是平權 對 平權 那重點是什麼 就是還有就是 你假如你要有任何原因 比如說你就說 因為你比較慢嗎 沒有啊 對啊 比較輕嗎 沒有啊 還是說可是危險的定義是什麼 到底 危險的定義是什麼 汽車事故也很多 就死亡事物欲高 白癡啊 我他媽就漏包鐵啊 對 可是我覺得不要這樣講 我覺得 騎車人的素質 我覺得有差 還有一個 就像我講的就是 你開車會玩手機 有時候 對 你知道我騎車我會玩手機嗎 國外最常發生 對啊 就是那我騎車我會玩手機嗎 有可能會去分心道 去北七道那邊滑手 然後他媽就直接追尾撞起 對 Come on 對 對啊 騎車我覺得可以分散一些 就是交通的塞車 對 太多一人汽車了 對 太多一人汽車了 就是你一個人 但你占用那麼大的道路跟機 但是我們機車就是一個人小小一台 對啊 像人家柯文哲說內湖沒得救了 其實有得救啊 有得救 對啊你看就是 真的有得救 對啊你看就是因為都一人汽車 因為他內科嘛 你知道新貴大家都汽車一個人開 對 所以 反正就是我覺得還是整體文化問題 可是我不是說要振興這個產業 可是我覺得說 讓人家多一個選擇 對啊 對啊 你選擇你不要塞車而已 就這樣而已 你選擇多了 比如說像我講的 對啊 最後結論 最後結論 OK 我覺得我們騎機車的人 我們不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 我們接受 吹風日曬淋雨 但我們選擇是便捷 對 你知道嗎 我們有所犧牲 我們有所獲得 沒錯 那你們汽車你們在裡面開開心心的 吹著冷氣聽著廣播 對 然後呢 然後 空間的女朋友的手 OK fine 對 但是你就是乖乖塞車 因為你的空間就是那麼大 對 你有時間嘛 你早出門 所以這樣就是 這東西就是 本來就有得必有失 那我們的選擇 你不能因為說 我們選擇說 那你們要乖乖跟我排 或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本來是一個 就是很合理的東西 對 所以好啦 就是講到這邊 希望大家能夠解決 認同今天的東西 或是覺得有什麼意義的話 歡迎下面討論 然後以及分享出去 今天Podcast 因為我們其實講應該蠻久的 因為他太氣憤了 好不好 絕對不是酒精的催促下 是因為他本身 他今天就跟我講說 他很想料理 因為我剛剛就很想講這個話題 OK 好啦 那基本上就是分享出去 或是大家理性討論 我覺得 理性討論就好 不要吵架我覺得 喔唷電話了 電話了 OK好啦 那就這樣囉 掰掰 Ciao Love you guys